大家好,ASTE到我 這次我會介紹港鐵東鐵線換九卡車的刊物 它的名字就是東鐵線全新九卡列車 自然地封面 裡面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在 很少開門的馬場站拍攝 連訓練的採訪也是在馬場做的 多划算 有一個這麼好的月台 可以讓你任意不生氣 那... 應該不太懂它 它拿着九卡列車的貼紙 十二卡列車的貼紙 沒什麼特別 這個刊物是新格式 開了,裡面就... 這個沙中線項目 下東鐵線就會延伸過海至金鐘 由2020年中起 不過已經去到下... 已經九月 應該都...原本是預約五月的 那... 那... 列車就會逐步改為九卡列車行 對了,它用改不是減至九卡列車 這樣... 這個... 美法 那... 新列車就多於新設備 那... 那麼... 動態路線圖 液晶 資訊顯示屏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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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斷了九卡車 這裡顯示了東鐵線在螢幕上會怎樣顯示 不走的那段是虛線來表示 有趣 之前有人拍過是 忘了是廣鐵自己還是鐵輪圍 以前是連那個站都不顯示 只是顯示自己會走的那些站 現在虛線都可以 新列車分階段的服務 過渡期間只會有兩款列車走 為了讓你更容易掌握兩款列車的後車位置 就會在月台提供實時資訊 有綠色和藍色貼紙來分辨 如果兩款列車的停車位置實在太相似 就會用灰色那隻 兩款車都適用的 這次有趣 之前西鐵和馬鐵都 改裝過的車是用綠色 而原本的車是用那條路線的顏色 這次就調轉了 新車用原先藍色 而原本的車是用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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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或職員指示去等車 因為兩款車的門距有點不同 車門位置或是有不同 沒有說怎樣不同 其實它的箭咀也沒有特別寬度 所以不知道有差多遠 多用途空間和正音車廂都有分分 兩款車食用和某款車食用 頭等車廂都不同 原本是第一 三 車門 或者三五 車門 變成二四 所以都欠了 欠了一隻窗 的距離 對 過渡期間 九卡和十二卡 兩款車同時行駛 可能令你的旅途大有不便 請見量 當全部九卡後 配合新訊號系統 繁忙時間 走去加密列車班次 讓乘車更方便 快捷 行程安排更靈活 對 基本上 它就是講了這些 英文版 基本上大同小異 只是後車的顯示屏 就變成英文 其他都在中英對照 所以都不用改 對 我對這個九卡車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惜 1900和GM柴油機車要走 對 至少都可以在其他線上搭 不過 柴油機車真的不知道怎樣 哈哈 唉 這樣啊 它變九卡 真是 撐不撐得順呢 真的去計算有沒有錯 有點不耐 有點不耐 不是太可靠 減了成三卡 還要保持頭等 這部分 南港都線三卡 我自己搭過 即是四點的時候 都不是什麼繁忙時間 疫情之下的四點 搭南港都線都逼到什麼 對了 不知道它是 它那邊又是行不行 對 嗯 整個好像遇到太少 那些車卡 它說 有可能可以做到十卡 但是還是做九卡 對 勉強以一卡之差 來成為 全港最長的坐下列車 不過都已經 以後 那些直通車呢 直通車不會 不會令到班次疏的嗎 雖然是少 但是 對 對 都還有直通車的 應該 不知道它們 你看 它們自己才知道 這些消息 那麼少 唉 那算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啦 記得訂閱 我都有點好奇 大家 對這輛轉九卡車有什麼意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